這個在春節來講是我們整個國人最重要的一個假期 那華航我剛剛講過的是作為公共運輸的業者 我們事實上要對我們的乘客對我們的客戶要負責任 所以在這邊我再度呼籲我們所有的即時職業工會的朋友 大家回歸到這個桌上大家再來談 那沒有任何事情不能談的 基本上罷工是合法的權利 但是它要針對罷工的範圍 罷工的時間 罷工的地點等等 是要具體而且要全體來決定的 那目前他們的做法是用授權 就是他們授權理監事 這在原來的裡面就是我剛才跟各位報告了 在現行法令跟解釋都不太一致的地方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不太妥當的 當然我們也不敢講說它絕對違法 這第一個部分 即或有授權的決定外 所被授權這些代表 在去年8月在桃園市政府勞工局協調下 我們三方也簽了一個協議 就是本次協商除了達成的共識外 其餘議題預計在一年內談成 18項以外的其他訴求 如果有爭議已經調解不成立 雙方同意合一仲裁 既然雙方有這個協議 我們就應該把協議走完 在協議過程中不太適合 因為對方堅持雙方各堅持什麼 就說這個沒有辦法再談 有關於春節書運的這一塊 我想在人數上面 我們能夠掌握一些部分的人數 沒有錯 但是呢無論如何 我們要盡我們最大的力量 來完成我們跟旅客之間的運輸的一個承諾 接受到何董事長想要跟公會接駕見面 約談的行動 在此行 我們的會員也回報了 他們收到旅私當傳來的消息 告訴我們他們的黑公會 他們告訴會員說 今天我們是華航的薪水 不是公會的薪水 用這樣的態度 試過這樣蠻目的態度 公會要怎麼跟旅客之間 一起坐下來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接駕 而且也是因為這樣的學習 讓我們的會員 基於會員探位自己的權利 而會各自製作 難道真的是如華航四方出現的主事 都是為了情嗎 大家真的是這麼認為嗎 再稍稍 搭乘遠東航空公司 單好國區 對於本國籍的非學生的部分 為什麼華航公司沒有辦法接駕 而持續地開放這些工作環境的外景 就是我們要強力地捍衛我們自己的工作環境 領域 勉強地 看 那是 感谢观看